相信司法是社會共同的標準 整個案情還在進行當中 任何人都不宜來對司法多做任何的揣測 我也希望能夠給司法檢調人員 多一點支持跟空間 那他們一定要本於勿忘勿重的精神 讓社會建立對司法的公信力 兩岸之間的交流 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作為基礎 那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也有對我們自己國防安全 最重視的一個保障 那我希望我們的海巡以及我們軍方 都能夠如實地來執行這個任務 若是我們發現到我們在相關的設備 以及科技人員上面有所不足 政府會即刻地檢討 過去發生過案例 我們已經在檢討當中 那也許今天這件事情 又讓我們感覺到我們的速度要更快 那這點我會向國人做承諾 保障國家的安全 是政府責無旁在的責任 我們一定迅速地檢討這幾次的事件 要做好相應的準備 請國人安心 謝謝